到台灣來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破壞了很多地方 第二個印象就是工業很落後 37年9月我們來的時候 一個張70塊就台幣 不到一年漲了一百倍 經濟修真正是經過幾年修修 所以我們能夠發起一些問題克服 而經濟人走上是更高 21世紀的台灣是個富足的社會 很難想像在80年前 這座島嶼曾歷經二戰的摧殘 而戰後的台灣是如何從殘破的礁土中 重新萌芽 茁壯成現金的模樣 見證並參與這一切的 是一位台灣財經界的傳奇人物 這個圖可以造出來看 嚴格安時代 第一個是1951年到1965年 經濟美元的時候 我們經濟保障921 很多國家在美元停止以後 經濟上的下下來 我們不咱們一向而提高到 絕對吧 他是葉萬安前經建會副主委 外界稱他萬老 更尊他為台灣經濟活電腦 1926年生於南京 葉萬安原本家境小康 卻因為遭土匪洗劫家道中落 之後一直半工半讀 考大學時 見同學的父親 在銀行工作穩定 便報考了上海商學院銀行系 也開啟了他對經濟研究的興趣 在三年級 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讀到我們老師開了幾門口 高中經濟學 貨幣數量以政策 又啟發武力 對經濟學 真正是經過經濟學 所以我改變我的目標 不做銀行員 要做經濟研究工作 天生對數字敏感 還能過目不忘 葉萬安從上海商學院畢業後 一心只想從事經濟研究 卻找不到合適工作 恰巧台灣唐業公司 當時有個類似職缺 於是才22歲 連台灣在哪都不知道的葉萬安 因而到了寶島 自營委員會早考 我考取了 他問我要做經濟研究 他說台灣唐業公司 經濟研究室要一個統計員 我說經濟研究和統計員 都是我的興趣所在 我說我去 所以就浮發到台灣來了 當時是1948年9月 正值台灣光復之後 由於二戰時遭到美軍轟炸 島上的農業工業交通等基礎設施 都被嚴重破壞 葉萬安抵台時的印象 就是經濟蕭條名不了身 我們就在基隆買了香蕉 就在車上吃香蕉 當時我們就看到 哎呀 台灣基本差勁啊 那跟上海不能比嘛 到台灣來 我第一個印象 就是破壞了很地方 第二個印象就是工業很濃厚 當你電電泡裝上去以後 兩個禮拜它就不亮了 斷了 你換電電泡 一換啊 電泡頭搖起來了 因為它跟從頭脫離了 就搖起來了 電泡裝 那不會搖頭 那時候我怕人 買一個電泡裝再吹 那時候我才二十三十歲啊 一個林長的一個同事跟我講啊 小爺啊 你小心點啊 這個電泡裝吹久了以後 腰霜悲痛啊 所以那時候工業都會到這種程度 然而緊接而來的國共內戰 更造成1949年多達200萬軍民 隨著國民政府遷臺 一下子人口激增 在物資缺乏需求大漲之下 台灣陷入嚴重通膨 而當時正在做經濟研究的葉萬安 感受特別深刻 37年9月我們來的時候 一個賺70塊就台幣 不到一年漲了100倍啊 漲到7000多塊 從每個35年底到38年6月 近2年8年5月漲1000倍 原來光復之後 為了取代日治時期的貨幣 1946年5月 台灣開始發行台幣兌換券 也就是俗稱的舊台幣 並可與大陸的法幣 和金元券流通 但受戰亂影響 國民政府不斷大量印鈔 導致惡性通膨 連帶波及了舊台幣 起初只有100元以下的面額 到後來發行了500 1000甚至1萬元 眼見通膨嚴重 時任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的嚴家幹 1949年決定改革幣制 那個時候嚴家幹就看到 舊台幣沒有信用了 一定要改革 要把舊台幣發行新台幣 發行新台幣 一定要有充足外貨準備 或者環境準備 而要現在發行 兩個一 新台幣為先 為了發行新台幣 嚴家幹傷勤蔣中正 把大陸運來台灣的一部分黃金 作為準備金 同時為了抑制通膨 新台幣不再與大陸的貨幣流通 改與美元對接 江主席從大陸運來的 300多萬元環境中 需要請他80萬元 來做為新台幣發行的準備 另外中央銀行 借1000萬元來走轉外匯 台幣對美元活力是1比5 所以美元很穩定 所以台幣價值也很穩定下來 除了幣制改革 政府還推出了不少配套措施 來穩定物價 其中為了鼓勵民眾存錢 推出了月利息7%的高利率存款 按照負利年息可達125% 此外還有黃金儲蓄存款 民眾只要存入新台幣 就能換取黃金 諸多政策成為物價平穩的 最大推手 黃金儲蓄存款 你存入280塊 一個月以後可以清理黃金 我當時要開一個黃金儲蓄存款 因為280塊錢 我們沒有錢 所以存入28塊 到一個月以後 我達到一千黃金 我在台灣銀行大廳跳起來說 我說我們新台北口對我好黃金 這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很高興 1950年韓戰爆發後 台灣成為美國在東亞重要的經濟戰略夥伴 1951年10月 美國決定提供中華民國在軍事 物資及建設上的長期援助 不只幫助戰後的復甦 更成為發展基礎建設的一大主力 台灣光吳出席 政府從大陸派遣的人員 第一個就是要把交通 精神給它修復 鐵路、工路、港口修復 第二個就是要增加生產 使共產人把它修復 41年时候我们的电力的普及率就全部恢复了 不过电力还是很不足 所以一些人在三国安局局之下 在台湾五来建立一个五来水利发费公司 喝到美元来了以后 尽量拨款给电力使得很快修复 美元是台湾经济飞快发展的关键 从1951年到1965年 15年来总共援助了将近15亿美元 其中台湾基础建设工程的总投资 有74%来自美元 再加上政府从1953年开始 实施一系列中长期的国家发展计划 使得战后的台湾经济越来越稳健 这也让叶万安深感政策的重要 有美元的基础原住 在五开当中有计划的现实 实施一系列的计划 一路路地就发展起来 过去在两讲时代 所有政策不能是后面改革 外回改革 不当节约大什么 这种未来经济发展定高基础 前人种树 后人成粮 98岁的叶万安 亲眼见证台湾经济的复苏和崛起 因为有这些决策者 让台湾得以脱离战后的混乱 砸下根基 并缔造了日后的经济奇迹 你我安稳生活的背后 可别忘了是由无数英雄 所立下的庞大根基 因为扁上大根基 扁上大根基 大根基 大根基 做